大家好 踏入10月份港股已經連升五個交易日 最主要的升勢是來自美元方面高位轉弱 近期美匯方面的指數由107的位置回到105.5的水平 某程度上幫助亞洲區股市走勢進一步改善 如果在狀況上今日的行指曾經一度上回到18000點心理關口位置 當然要再上衝更多正面消息才行 而近期外圍上以包方面衝突 其實都對油價和金價帶來反彈的動力 但在地原政治因素的情況下 這次反而對股市的影響度較為輕微 因為大家都當然只要戰線或者問題沒有再擴散的其他地方 市場方面現在視為可控的一個狀況 但當然近期大家都會比較關注 就是接下來星期四美國方面出的CPI的數據 這一點其實都會直接影響了聯儲局 今年餘下時間加息的一個狀況 那方面今年當然現時利率期貨現時 今年餘下加息機會較為之低 但當然往往聯儲局的一個表態 或者之後都會根據住經濟狀況的表現 而衡量加不加息 這一點我覺得會比較被動 反而探熱針看著美匯指數 美匯指數現在是105.5附近 亦都是20天線 這就是有個短暫的支持 如果你說打穿晚一個美匯 落到105以下的時間 其實都繼續有利港股做得好些 但當然今天講過恆指上到18時的時間 其實很多板塊都相繼落獲 除了這個科技股願意做好之外 手機設備、汽車股和晶片股 今來講的表現都相對較為之突出 當然若果你說在整版的板塊 因為在9月真的跌得過殘的情況下 今次藉著美匯轉弱 開始有個反彈的機會出現 再加上近期都有中美方面 高層會面的一些消息 其實也有利於外資在配置上的安排 有機會打後的時間會變得比較積極 再加上在去年10月尾的時候 是一個大反彈出現的時間 其實現在這一刻都接近一周年 有些什麼契機 我們的港股能夠帶動做得更好呢 當然要留意著 未來10月25日的施政報告 看看會不會有促進流通性小組 有一個更好的對股市的安排或政策 能夠推出 而上方來說 近期當然 今天討論了萬百點 心理關口為止 但當然 暫時的信心度 好實說還是比較信心神 今次反彈都已50天線 現在這一刻就18,277點 這些位置作為這一段的反彈目標先 下方當然 距離17,000點越來越遠 所以現在是講短線 用10天線 17,500來做防守為止